在面對死刑的時候必須要去討厭到的問題 可是剛才大家其實用 其實我來這邊的話其實 我先講一下我自己為什麼會來這邊 因為其實是我之前我參加一個那個 就是關於死刑存費一否的模擬憲法法題 那時候其實我老實說我對死刑的存費一否 是沒有特別的意見 只是剛好我去跟那個我們的謝律師 去參加徐秀老師的課的時候 我坐下去我坐在中間的位置 旁邊是贊成費死的 是一個法服的艾倫律師 然後我另外一邊剛好是支持死刑的 另外一個律師 然後他們的問題的點在哪邊 是支持死刑的 就是費死的那個律師在法律圈來講是比較多的 可是在另外一方的時候 就是贊成死刑的這一方 其實人數是非常少的 可是這會造成一個點 我們沒有辦法對話 可是吊詭的是說 即便在這種狀況之下 民意居然有七成以上 都是支持死刑 這個時候我們大家 大家這時候就會討論到一個問題 究竟是贊成死刑 支持費死的人 是一種精英的一種政治嗎 他是跟平民的意思是有落差的嗎 不然為什麼有高達七成他願意去支持 我們要支持死刑 可是在法律圈裡面其實 費死的人數反而是相對比較多的 我是說沒有 會有一個政策說 我們的政策的東西跟我們民意的去向是 如此的背離嗎 這東西變成我們要去思考的點 剛才苗筆我來 他剛才說得非常好 其實提出這些數據對不對 我都贊成 可是會有一個問題 他講的東西是一個誤判的問題 是一個誤判的問題 我們要為誤判付出多少成本 這當然是每個人 這個東西 只要是你有誤判 因為你就剝奪 要不就剝奪人的生命 要不就剝奪人的長期自由 即便你是判他無期徒刑 你判他終身不得假設無期徒刑 難道他誤判的話 他對他來講 國家不用付出成本嗎 我覺得這是一個成本的問題 可是我很開心是因為 他提出的一個東西 不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因為假如說我們把死刑 當作是一個價值觀的討論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變兩個光圖的極端 是沒有對話的可能性的 假如說我們 因為一般來講 其實我今天準備的想法是說 一般來講 贊成支持Face的 他們的想法就是一個人性尊嚴 人權 在這種東西 喊到人性尊嚴的時候 沒有對話的空間 因為所謂人性尊嚴 它跟生命權掛過在一起的話 每個人對人性尊嚴的價值 大家的意見不一樣 有些人認為說 死有青如紅毛 眾於泰山 他的生命就有一個價值不同的高低 有些人會認為說 生命存在本身就有它的意義 因為我們是有人性尊嚴 只要我們是人 他就不能該被剝奪 可是這假如說 拉到這個價值觀的層面來討論的話 我們一直沒有辦法對話 我一直覺得說 其實我在來之前 我一直在想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拉近說 我們跟民意 假如說你是支持 不管你是支持死刑或Face 總是有一些可以拉近的距離 而不是說每次發生一些重大的刑案的時候 Face聯盟就必須要去抗議 然後另外人就開始出來謾罵 我覺得這東西只是造成一種社會的激化跟對立 沒有辦法找到出彼此我們可以共同認同的點 那個才是我覺得說 我們社會一定要因為這個東西撕裂成這樣子 彼此沒有一個共識可以溝通 那另外我要講 所以我說這部分來講 我一直覺得說 要用什麼方式 可以至少拉近說 我們可以 不管是說在贊成死刑或Face上 都能夠拉近彼此的一個點 那關於誤判的問題 我老說誤判的問題 不管說小到是罰金型 或是大到生命型的剝奪 誤判的問題始終存在 正如我們沒有一個完美的刑法制度 也不可能有完美的司法制度 可是這樣子我們就因為說 因為我們沒有完美的司法制度 我們就要廢除死刑 我們要留下一個長期的一個無期徒刑 甚至終生不得監禁 終生不得監禁 甚至他的痛苦 他的痛苦上都會比死刑還來的痛苦 之前不是發生那個監獄的越獄事件 那現在寧可自殺 我們願意再回去服刑 他們不會被判死刑 可是為什麼他們寧可選擇自殺 我只是說在這 不管是刑罰殘酷的程度上來講話 我都覺得說死刑這一塊 以我跟他們接觸的觀念 他們認為一個很簡單的成本 我們的想法是 我們必須 假如說要支持Face 必須要經過社會 我們彼此的對話 大家要凝聚成一個共識 變成一個社會的價值 一個主流價值的時候 我們才有資格去討論Face與否 在這個還不是主流價值的區段之間 我們去主張說 這個死刑 是東西是建立在生命權 人格權或什麼一些 憲法這樣的價值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沒有對話的空間 我朋友甚至講得很好 我朋友是說 他就說討論死刑 有時候在討論 好像吃素是比較慈悲 這東西變成一種各說各話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這個樣子 像我剛才會比較贊成說 在討論死刑之前 我們要怎麼樣精緻化我們的審判過程 這個我覺得非常重要 第二個在我們精緻我們審判過程的時候 我們怎麼去量刑 我相信他剛才說那些什麼 剛才有那些什麼十二不赦那些人 可是假如說我們真的有機會 能夠去俯瞰他的人生 也許從小到他大 到他中間做了任何一個選擇 一個決定 我們會認為說 也許這個人真的罪不該死 即便他做了這麼大的惡行 我覺得我們法律人 就一個律師來講 我在我參與刑事審判的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 最讓我覺得一個比較遺憾的一點 或是我覺得退答案是吧 我覺得比較傷心一點 是因為 我們針對的都是針對行為 當我們做下那件事 我們殺了一個人 我們要懲罰就是這個行為 可是當我們在看這個人 是不是真的該死的時候 我們不會從這個人 他的人生 他的就業狀況 他的經濟狀況 他之前遭遇過什麼事情 我們不會去審酌 我們只會去誇 誒他的錢科紀錄表 誒有沒有錢科 沒有錢科 他就跟法官講 誒他沒有錢科 請法官重新良喜 可是我們不會跟法官講說 他為什麼做這件事情 他中間是不是因為離婚 是不是因為家庭因素 是不是因為遭受到什麼樣的磨難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有一個針對這個人 真的去看他說 他在這個人生經歷 一直到他前半生 在他發生這個行為的前半生 他到底做了什麼樣 他到底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他是不是因為這個東西 必須要去 必須要因為這樣子 就是他自己自由意志下選擇 他要去殺人 所以他必須要去服這個刑法 他必須要甚至要被判死 我們不會 我們在這個良行的 我們是沒有的 可是這是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必須要去至少 我們要去做到這一塊 而我相信 當我們做到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死嫌人數會大幅降低 甚至會沒有 這是我的想法 另外一個其實 實行不得不討論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其實也不是說一個價值觀的問題 而是很多人堅持一個 叫正義的理論 殺了一個人 要他付出相應的代價 謀殺一個人 要他付出做死亡的代價 有些人會認為說 這是一個報復 可是也有人認為說 這是一個正義的取捨 因為他做這個東西 我們要讓他知道 殺了人 就不是說你可以逃避的掉了 你不要想說 你有一個長期自由行 就被關 假釋出獄 甚至你長期自由行 都關在裡面 你可以不用死 這東西是一種 不管說它是道德成績 或是一個怎麼樣 它是一個道德成績 或是一個人 它是一種 有些人認為它是一種正義的價值 就是說 現代的因暴行 它不是一個報復 但是它彰顯就是 你做這件事情 這東西在我們一般人來講 是一個自由的價值 自由意志下的選擇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對它付出相對應的代價 之前在 然後有人會說 這部分來講 國家執行的死刑成本過高 所以我們要廢除死刑 這次在模擬憲法庭的時候 背死方 贊成死刑方 他就提出一個理論 國家說我們要廢除死刑 我們不殺他 那被害人家屬 我們要殺他咧 那假如說你是不是把這權限 交給被害人家屬 那被害人家屬說 我義憤之下我把他殺了 那被害人家屬要怎麼辦 被害人家屬要不要出死刑 不要 因為我們要支持廢死 對不對 可是這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國家把這權力拿走 第一個它是不是報復 第一個還是它是彰顯一個正義的價值 這其實我覺得這東西都必須要經過的是說 社會彼此真的是多元的交流對話 或是說我們把其他那些配套做事做好之後 大家才會有個空間靜下心來想說 我們要不要去支持廢除死刑的這個動作 我真的是這麼認為 然後另外一個問題是其實 因為不管是說問一般人意見 你要支持死刑或廢除死刑 大家至少就有認識的人 除了法律系以外的人 大部分他們都是說 他們認為說死刑不能廢 我覺得死刑不能廢 其實有一個非常恐怖 有一個我自己都 我其實很想問大家 現在政潔嘛 案件這個還在討論 那假如說好 政潔我們不怕他死刑 假設 他做假釋 做無奇圖形 假釋出獄 當有一天你坐在決定上的時候 政潔坐在你旁邊的時候 你那時候會怎麼想 我們有辦法相信說 他被矯正過了 這個人我們可以了嘛 可以讓他出來了嘛 大家有辦法可以接受嗎 在我們大家都沒有辦法接受這個狀況之下 我們這邊高喊說我們要廢死 這樣做得到嗎 這樣只是在撕裂這個社會 我一直這麼認為 我一直認為說我們有對話的空間 但是對話的空間不能拉到說 像我講他還是用那個成本的概念 我非常OK 可是我只是說 這個東西應該套到的不是死刑 而是誤判的成本 我是說當我們把 我個人認為 要不要廢除死刑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上位的概念 但是當我們把其他的配套做事做完之後 我老說認為我認為死刑 其實實際上我是認為是不存在的 那另外還有一個 也非常有吊詭的一個 一個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是我們之前我支持那個 配死討論的時候提出來的 假如說我們贊成國家把他死刑廢除好了 那有一個人他殺了人 比如他在監獄裡面 他殺了人 那我們要怎麼懲罰他 要把他抓去無棄突襲 他會在裡面殺人 結果監獄全部都死掉 只剩下他一個人 我們他還是要一個無棄突襲 就變成一個吊詭 我們沒有辦法去懲罰說 我們要把這些人 我就是本身的邪惡人 我要把他殺掉 我就是要把所有人都殺掉 那我們怎麼辦 我只是說這是一個有趣上的 思想上的理論的探討 那最後 然後我只是說這些東西 是我們有辦法去做到 赫子這個部分嗎 我們有辦法去做到好的矯正措施嗎 這些東西當我們都做出來的時候 我們才有資格來談要不要廢死 我一直覺得是這樣 因為社會才會有個共識 最後面我再講一個 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是我之前在 因為這一期其實 台灣法學他有出一個 雜誌也在談論廢死的 然後一個裡面那個 陳淑貞律師他 陳淑貞律三 他有提出一個 就是日本的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少年 他在18歲一個福田 他在18歲的時候侵入民宅 然後奸詐那個少婦 然後把他的嬰兒也把他摔死了 然後他因為他是少年犯的關係 他一二省的時候 而且律師都叫他說 你對不起你認錯 結果後來都被判 好像是判如期徒刑還怎麼樣 結果他的父親 就是那個被害人家屬 他就每次都帶他的女兒 跟老婆的照片去開庭 結果從頭到尾就是 反正就是沒有辦法判死刑 到後面 終於在根審的時候 檢察官發覺說 因為這個加害人福田這個少年 他把他寫了一個封信 他上面寫什麼 他想說 二人終於會獲勝 我等我過了七八年後 我會出來 你們要辦個party來幫我慶祝 我說他這個東西 後來因為這個東西被假官發現了 騰上去 他被判死刑 在判死刑之後 他終於知道 開始去審視自己的人生 自己的人生做了什麼事情 去回顧他 終於能夠看到自己做錯的事情 而且去回趕 這東西他在2002年那個 那個家 那個父親就常常叫本村亞 他在2006年 跟一個德州監獄的死刑犯 他也是做過對談 那個死刑犯也是在被判死刑之後 才能夠回過頭去看他人生發生了什麼事情 當他看他人生發生了什麼事情的時候 他知道自己錯的時候 就是他贖罪的開始 我老說我就有做綠色立場 我覺得一個人對一個人最大的懲罰 絕對不是說你判他死刑 判他無期徒刑 而是他知道錯 要開始贖罪的那當下 他這輩子都要再贖罪 那個才是對一個人最大的處罰 而我這個也許是我個人的價值觀 而我一直覺得 人只有在沒有選擇的當下 他才會回過頭去看他自己發生了什麼事情 而死刑就是他促成他 一個人在那個當下 他回過頭去回顧他一生發生了什麼事情 這個契機 而我覺得這時候他老說 他這個人生才有意義 而不是所謂說生命就是一個 生命就是一個 有意義的存在 我不認為 可是我假如說 假如說死刑真的有這個功用的話 那我認為他還是應該存在 因為每個人活的就是要他的意義 這是我的想法 OK 可以嗎 這個頓點來得好突然啊 沒有 因為我覺得就是要考慮一下 那 我們到前面 那 我們就 我先簡單的 也簡單回應一下 其實 有時候 我有一個朋友在德國留學 那麼 他就覺得說 到底我們 刑法 刑法也不應該承擔 矯正 矯正 矯正的這個功能 如果說我們今天刑法 不承擔這樣的一個功能的時候 而是 單純的去處罰一個人 處於他的自由意志的行為之下 所做的決定 因此你要負擔起責任的時候 或許 對他而言死刑 存在會有一個正當性 那 但是 我們也剛剛 司律師剛剛有個講 現在我們法律師出身都很知道就是 我們刑法 雖然本身有對於量刑的相關的一個 規定在無事集團的部分 我們可以從很多的情況去做一個考量 但是說真的 在個別的 這個個案在上面衡量之中 我們真的沒有辦法 把我法律也不會去看你整個 唉唷 通靈了 法律也不會去 真的也不會去真的就你整個生長背景去看 那 對於 不管是剛剛柏雅講的 從我們這個 要付出的一個成本 來看待這件事情 或是 洪辰說的 他覺得 可能死刑也不能那麼輕易廢除 可能我們還是要 在很多的角度去做思考 當然 在我 就我來看 在這樣子不斷的對話之中 我會覺得至少說 死刑 存在先可以停下來討論 但至少 死刑的執行先暫停 在我覺得在社會 在形成一個共識之前 或許我們還有更多討論的空間 那也希望透過很多一個制度的檢討 來避免更多一個危險的發展 其實剛剛大家在對話不能了解 就是 如果假設真的有一個人 那麼該死 該死到不行 今天就是蠢蠻 我們開運 我要蠢蠻被人死 就是這邊每一個人 我都帶成我嫂子 我也不管你是誰 那這樣的人 存在對我們的威脅 的確是很大 可是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知道 他是不是真的就是這樣一個人 他會不會是 原來他小時候曾經有被做過什麼事情 他會導致上一個心理問題 這些東西我覺得大家都可以去思考 那麼 話不多說 那麼 其實時間也不是很夠 那沒辦法讓大家輪著一個一個人講 那我們大概就是盡量開放 然後 要同問同答嗎 可以啊 可以先比如說你三個 OK 好那我們就 先一次三 一次五個問題好了啦 那你可以選擇你來問 阿苗還是要問同誠哥 你就講一下說 或是兩個都問都可以 然後我們一次五個 那五個問題結束之後 回答一輪 然後再開放下一輪 那現在有沒有想先問 不要 Don't be shy Come on 都已經自我介紹都認識了 Come on Just say it OK 阿姨要 阿姨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沒有關係 任何想法 這是 你 但是不要問我那個 因為我要結婚的 你不要問我那個 沒有的話我們就點了 對 不用點啦 就是看有什麼問題 想到什麼 我想請問一個人 好啊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想問 就是 現在 我之前有看過費死聯盟 他寫過一篇關於日本法務省的差別殺人案件的報告 我想請柏亞再講多一點就是 這是 因為這是日本的案例嘛 可是台灣能參考他們的嗎 或者是說我們一定會 為什麼會進入這樣子的狀況 好 我比較想了解這部分 好 next 下一位 你同學還是學妹 看起來像同學吧 啊糟糕了 好 就是我想要請問律師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最後有說到 有接幾個案件 包括日本那個 還有 就是被判死刑的時候 才終於審視了他的一生 這樣子 不過 我有點 您說 就是您覺得死刑的意義 就是要讓他 就是認為只有死刑 可以讓他 決定去審視他的一生 然後悔改 我不太確定你剛剛的用是什麼 不過我有個疑惑就是 可是他悔改他的一生之後 可是他就要死了啊 就是 所以 所以我個人的想法是說 如果可以讓他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去悔改 因為 您剛剛說 您覺得只有死刑可以這樣 可以讓他悔改 不過 其實這是個人 就是每個人的狀況也不一樣 可能他 無期徒刑他可能到了 被判了十年之後 某天突然悔悟了 然後就開始禮佛吃素之類的 而且也不是 因為您剛剛只有提到 死刑的案例 可是其實當然也有 可能被判無期徒刑的案例 然後他之後就悔改 施宿念佛等等 等等 所以我想要再請教一下您對這方面的看法 謝謝 好 那 還有沒有 這邊 前面 這邊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洪友禮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的警察 都是贊成 執行死刑的 那 其實我很 讚同 就是剛剛阿苗說的 就是 不是這個壞蛋該不該死的問題 而是 該不該讓國家殺人 可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要顧及 就是說 台灣人 一般就是 惡有惡暴 善有善暴 這樣子的一個 傳統的一個觀念 對 那如果沒有死刑的時候 到底要怎樣讓壞人得到他的報應 這問題實在是 好難回答 不過這很有趣 大家可以討論 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 我們現在有三個問題了 請問一下就是 為什麼台灣 判決死刑只有三到七天 而不是像美國那樣說明 那第二個就是 為什麼判決錯誤之後 是國美而不是相關的判決的 你講就是參與的 對 這個 大家要知道 那我直接回答後面你的問題 其實我們心碼有個叫妄法裁判罪 但是基本上這個法律從來沒有處罰過任何的法官 或檢察官 好不好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你說審判上面有什麼問題 他們很難抓到去 你可以挑 你可以去抓 可以去主張說哪些警員的刑囚等等的 要他去付出一些成本 認為他是一個與國家共同侵害的一個東西 當然 這個在實際上面 可能有點困難 但是我們雖然有冤獄的問題 恩怨賠償法的問題 然後過賠的問題 但是這個東西 你需要去追溯到個人的賠償 不是不行 但即使最終 你不可能要讓他賠償那個添加 實際上是不可能 就算我們把那些警察把管夾進去 他們一輩子的錢賺不到一 貪慕的法官例外 貪慕的就賠得起 好 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我們還有一個 還有沒有 如果 在什麼時候我們先回答 那我們從一開始 那我們就先請 因為第一個是先這邊 講那個 好 那我問一下 首先第一個 那個 無差別殺人事件 其實 無差別殺人事件 不是實際存費的問題 它是一個 嚴重的社會 嚴重的社會問題的表徵 謝謝 它是嚴重社會問題的表徵 那其實日本大概在20年前就 開始發生這種類似的 無差別殺人事件 當然最著名的那個 秋葉原事件是 被告示開了一個大卡車 跑去日本最熱鬧的鬧區 秋葉原 隨機的就是撞人 然後砍殺這樣 那 但是在此之前其實已經發生 非常非常多的案例 所以才會有後來 日本的法務省研究了 他研究了樣本數是幾十個 就是類似的案件 而且非常令人感到遺憾的是 它那個發生的 就一開始發生第一件之後 第二、三、四、五 這樣下去 它那個間隔其實是越來越短 但是一直到 後來日本政府中有意識到這件事情 開始採取了死刑以外的措施 來去預防這類的事件 它那個發生的頻密度 才沒有持續的縮短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案件呢 其實如果我們去看那個 日本法務省做的報告 日本法務省是為了這樣 無差別殺傷事件 他特別做的研究報告 這一點呢 是我們台灣的法務部 永遠比不上 台灣從2009年的黃富康案件開始 到2012年的湯魯雄案件 2014的政潔案件 到2015的文化國小案件 其實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那個走軌跡啊 跟日本是很像的 就是發生的間隔是越來越短 然後越來越頻繁 而且持續也不斷在發生 那你看到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台灣的政府部門 沒有任何一個部門 沒有任何一個人 為了這樣的事情負起責任 我要講一個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事情 白曉燕案 白曉燕命案 那個時候 民間團體發起的遊行是 他們的訴求是 總統認錯 撤換內閣 然後那個時候還 上街遊行 用那個雷射 雷射的那個字啊 投在總統府上面有認錯 大大的兩個字 然後後來 連戰是沒有下台啊 馬英九下台 他就是 就是放了一個什麼不知為何而戰的話 後來開啟台北市兩隻鹿 然後 歷史就是這樣的有趣 那 可是在現在的政府 你可以看到喔 法務部 2012年的時候 就用執行死刑 2012年的冬至 就用執行死刑 來回應康姆雄案 然後 症結案之後沒有執行死刑 因為4月29號才執行死刑 5月21號立刻發生症結案 然後2015年的時候 又執行死刑來回應嘛 所以到現在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單位 沒有任何一個人負起責任 當然不用說像日本這樣去研究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種事 那在日本 所以你要問我說台灣能不能原用呢 其實我也很難回答 因為我們現在能看到都是很片段的資訊 沒有人針對這些犯罪行為的人 做過真正完整的研究 沒有人去看他們的一生 沒有人去看 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整個社會的焦點放在處罰他 我不是說處罰他不重要 可是 在處罰他之外 我們沒有做任何事情 那 日本的法務省報告是這樣寫 分析也是有危險因素 年輕男性就業不穩定 然後 他也很重要的特徵是孤立 因為發現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的朋友 尤其是他們越接近放案的時候 越是如此 孤立 沒有朋友沒有家人關心他們 那 在日本法務省提出來的這個研究報告 之後他也去改善了措施 就是 希望說政府可以去改變這個政治經濟結構 尤其是在降低失業率方面 要讓每一個人都可以 依照他的才能跟意願去發揮他的才華 然後呢 要特別去注意孤立的人 像我剛剛講那個邱葉元的案件是 他在放案之前有一段時間 他不斷在網路上釋放他想要自殺的訊息 都沒有人理他 而且他還被嘲笑 就是 網路上有些酸民文化嘛 想大家怎麼知道 後來 他就做出那些事情 之後 然後日本政府發現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花了數億的金額去建置了一套系統 這個系統不是說去把你貼標籤 說你失業 我就全部把你貼回剪分子 而是要去看那個網路上 如果說 有人透露出自殺的意象 被發現的時候呢 他就會盡量的去派社工去扶刀這個人 就是可能如果找得到他的話就會扶刀他 那這個是日本政府做的事情 那台灣 我不知道台灣政府基本上做什麼 除了一些貼標籤的說法之外 宅男啊打電動啊 然後現在的事業是高危險群 可是最危險的事情就是你標示不出來高危險群 因為 我們參加一個比喻嘛 房子是鋼筋水泥做的 如果你都不管他 沒有人去住他 他也會壞 那更何況 人心只不過是肉做的 如果當一個人 因為社會連帶的欠缺 而孤立到了極點的時候 他的心會發生怎麼樣的變化 其實是我們沒辦法預料 也沒辦法靠著貼標籤的方式去防範他 就像一個整天打電動宅男 如果他在網路上有很好的社會連帶 他根本不會做這樣的事情啊 那可是一個正常看起來正常的上班族 如果他欠缺社會連帶的狀況之下 他也有可能他的心裡面發生了一些若干的變化 那所以關於無差別三人事件 你真正要減少這件事情 就是去改變那個社會跟政治經濟的結構 這聽起來很空 但是這是真正的解決方法 你必須要讓台灣的經濟發展 不要走向那種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體會啦 從小學開始 我們一直到大學畢業去就業 就是人踩人 每個人要踩在別人的頭上 要往上爬的這種發展 所以造成我們彼此之間的社會連帶也是越來越弱 你不要說什麼 你認不認識你家對面的鄰居好了 你班上的同學 跟你在上班地方的同事 你真的覺得 每一個人 你都是瞭解他 你真的認識他嗎 就是在這種過度競爭的邏輯之下 其實那個社會連帶會變得很弱 那台灣有個優勢啊 是我們看日本 大家就知道事情會怎麼樣發展 那如果說我們不要像日本那樣的話 也很簡單 就是不要再重蹈他們的覆轍 但是你真的要讓年輕的一代是真的有希望 那個必須從政治經濟結構去改革著手 然後 接下來那個 如果覺得我回答不夠 等一下都可以留下來討論 侯友宜的文章齁 就是 我要講的是 但是在其他國家有很多的警察是贊成廢屬死刑 他們會講一句話 他們說 你把執行死刑跟判決死刑的預算給我 我用這個預算做出可以做很多真正改善之案的事情 就是因為他們深知改善之案這類事情 執行死刑是辦不到的 他必須要透過警政系統的改善去提振那個破案的機會 去做更多事前前端的預防 那善有382有惡報 也許大家都覺得這是台灣的觀念 但是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一個 2014年的民調結果 在2014年的時候 中研院的徐海原教授 跟中研院的調研中心 做執行了一個民意調查 那個樣本是2000多份 面訪 面對面的訪問 不是打電話隨便亂問的 面對面的訪問 問了100多題 我不知道是誰會願意接受 總之他就是做到了 然後在裡面有三個問題很值得注意 第一個問題是他問你說 你是否支持廢除死刑 這個時候有八成的民眾是反對的 跟大家一般認識是一樣的 可是當你另外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我們把死刑廢除改除 無期徒刑 復刑滿25年 若表現良好可以假釋 這個時候贊成廢除死刑 這個措施的民眾就是 超過四成 百分之四十以上 所以言下之意是什麼 即使是現況 現在的情況 如果把話說得夠清楚 其實有四成的人 是可以接受廢除死刑 第三個問題是 如果廢除死刑 改除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犯人在獄中必須工作 說得要賠償給受害者家屬 你是否贊成這樣的措施 的時候呢 其實有超過七成的人 可以贊成這個措施 所以我想 就我們來講台灣人的觀念 或是台灣人的民意而言 我也不認為唯有死刑 才是民意唯一能夠接受的方式 大家在乎的是如何處置重大的犯罪 但是大家會願意接受 會願意接受除了死刑以外 處置重大犯罪的方式 那只是看 政府在推行政策的時候 到底採取什麼樣的方針 那現在政府很明顯的 就是死刑是唯一的答案嘛 所以我們就不用多所期待 那不過假使啦 在廢除死刑的方案出來的時候 另外明確清楚的告訴民眾說 那你要怎麼樣處理重大的犯罪 其實民眾是可以接受的 只是你有沒有把這件事情 具體的描述 廢除死刑之後的圖像 具體的描述出來 那第三個執行死刑的程序 台灣執行死刑其實 就根本沒有任何程序規定 像以美國而言 美國的有幾個州 是還會有在執行死刑 在那些州裡面 每個州規定不同 但至少在半年之前 最久的是三年之前 就會公佈執行死刑的日期 還有那天要執行的對象是誰 那這有一個好處是 你可以讓 為這個個案服務的律師 或是這個個案本身 有辦法可以預知他什麼時候被執行死刑 因此他可以 去積極的從事 他在法律上可以主張的權利 還有去做所有的救濟的程序 那一直到最後 就是所有程序真的都已經窮盡了 連州長也駁回特色了之後 才會真正執行死刑 那至於台灣呢 其實並沒有任何對此細緻的討論 以前就是三到七天嘛 那後來暫停執行死刑之後 就是也是無限的暫停 你就根本不知道你怎麼會被執行 直到那一天 所以現在台灣的死刑犯是每一天都覺得 就每一天他醒來都有可能是今天被執行死刑 這個狀態 那在這個狀態底下其實有很多 呃 呃 所以台灣死刑死刑的程序基本上是沒有程序 就是法務部長簽了之後三天直接送到監獄去 然後人就打掉就這樣 這是台灣死刑死刑的程序 那為什麼法官不用針對錯判負責 有理論面跟現實面 理論面呢 就是錯誤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呢 不能為這件事苛責偉大的法官 他們都認真盡力 我相信法官確實是絕大部分是認真盡力 沒錯 那 可是 唉 說實在 現實面是真正最核心的原因哪 就是在現在法官不用為錯判負責的時候 要犯案都已經這麼難了 如果法官必須要為錯判負責 就沒有任何冤案可能犯案 因為沒有 法官之間有學長學弟制大家知道嗎 台灣不是只有軍隊有學長學弟制喔 法界 不是法師界 法官界 你有學長學弟子 然後同事之間的這種同僚情依也是非常深厚的 你覺得如果你是學長學弟 你是同事之間的一員 你今天給他翻案 然後你同事就要付一億多國賠 不然如果被告有被執行 你同事還要被判執行 的時候 你會讓他翻 絕對不可能 那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東西講下去就深了 就是 法則學的東西 法律齁 它是維護權利的一套制度 法律不是 法律不是保護弱小的 就是說這套制度的存在 它本身的目的是 鞏固這個國家的權利 讓這個國家的權利可以順暢圓滑的行使 那 保護弱小是一個 就是 有一些人 他可能進去 法律界成為法律界的精英的時候 他把這東西反手過來 就是 拿來變成 對抗國家權利的一套論述 或者說他在中間找出一些空間給 被欺負的人 但事實上 這個東西 畢竟它也是國家權利的展現 所以絕對不會有 有些人所倡議的什麼 如果法官錯判死刑 他自己也要被判死刑啊 或者是法官錯判死刑 他自己也要付出天價的賠償 不會有這種事情 因為這會動搖整個司法審判體系的根基 所以不會有人讓這件事情發生 對 那針對問題 我先回答到這邊 好 那我們就先吃一吃 我針對於 我看得我比較會講 啊是這樣 Sorry 然後 針對於剛才說 為什麼只有死刑在當下的時候 會 就是他會悔改 我老是說那是因為他們補充權值 當你可以選擇 你可以有無期徒刑死刑 其他有期徒刑可以選擇的時候 你那時候整個心裡想著 在訴訟策略上的時候 你想的是怎麼逃避他 你所做的一切的悔改 老是說你自己是不是真心都會懷疑 你只會想說 我講了對不起 我跟被害人道歉 甚至律師會講 你要跟被害人道歉 站起來啊 趕快跟他講啊 做一下啊 對不對 那時候你的真心在哪裡 你不會發現 因為當下你想要逃避那個疾病 你懂我意思嗎 可是你說人會不會悔改 是不是長期的監禁的話 會不會悔改 我老是說我不知道 這東西沒有人去針對呼吸突顯 去做過任何的研究 出獄以後會不會悔改 不知道 但是這些人出獄以後都老過口了 他們要悔改的時候 老是說要悔改 要贖罪的時候 老是說也沒有機會 我的想法是這樣 這跟死刑其實差不多 沒有任何的東西啊 只是死刑有一個最大好處 也不是說最大好處 就是他的終極 就是他就是一個決定的 在這當下 你只能去看你的前半身 你沒有在後面 你沒有再去說 我出獄以後我要幹嘛 我要幹嘛 我是不是還有再來一天 沒有了 他就是一個極限 就是因為他是一個極端 他才會顯現出他的價值 至於說這價值 是不是每個人可以認同 我說過那是我個人的想法 每個人可以有他不同的想法 這部分我都沒有任何意見 只是說我們在討論 贊成費死與否的時候 我認為個人的價值判斷 與其討論到這麼極端的 這麼上位的概念 還不如想辦法去說 不管是針對良情的辯論 審判的精緻化 這些可以去努力 我認為在這些努力的狀況 當下也許我們的死刑 以後老人說在實際上 也許就像剛才說了 不然你是說長期監禁 不得假釋 我老說你給這個選項以後 也許法官都願意判這個選項 他們不會願意去判這個死刑 只是說我們有沒有給他們一個制度 可以讓法官可以做這種選擇 在法官都沒得選擇的時候 他只能選擇死刑跟無期徒刑 而且無期徒刑25年他可以假釋 這些東西要面對這麼大的壓力的時候 也許法官會讓我說 也許死刑才是對他最好的表示 之前有一個 我們上次去模擬憲法庭的時候 那個法官他是支持費死的 他做司法院的代表 然後他是支持 理論上司法院代表是支持死刑 可是他出來說 我個人立場是贊成要費死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他之前判的一個判決 結果是判一個人死刑 你懂為什麼 可是我只是說 在當下他說他自己都說 他在判的那個當下 是他已經無從選擇 他認為說這個人 也許當下是死刑法 是對他以為是一個解脫 可是我只是說 我們在討論費死與否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有讓法官有足夠的空間 比如說他讓他有多選擇的機會 可以讓他不選擇判徒死刑的方式 那假如說有選擇的話 也許我們甚至立法通過以後 我覺得台灣死刑應該大幅會下張 再要至少一半以上 可是我們有沒有再這樣做這個努力 我們沒有 我們只是在高行的理念而已 那我再補充一個最後一個 剛才也是說假如法官誤看的話 就是判死刑的話 為什麼要國配 剛才理念不管理念跟實際有講過 其實最簡單一件事情 我們做法律是一個社會科學 是人在審判人的東西 誰敢說他沒有錯 我們又不是神 我們沒有辦法在當下看到所有的情形 我們不可能重複現場 你假如說你要法官 或是到任何人去看這件事情 然後說我自己判的沒有錯 在當下不是以後面客觀的市證來看 以當下所有的市證來看的時候 我依照這個市證去判的當下 可是後面客觀市證他發覺判很多 可是他在當下這個客觀市證 依照他的法律確定他去判了 那後來你跟我說我判錯 我要國配我要幹嘛 我老實說沒有人敢做法官 可是這樣子我們的整個司法體系就毀滅了 那這樣子我們個人就是每個人的法律 那時候就變成市場零落 我說他有他本質上的問題 那我們最重要的問題我們只能審視說 法官他到底是不是依照現有的證據 現有的科學證據去做判斷 我講一個我覺得最誇張的一件事情 曾經有DNA鑑定 我在市改會碰到兩件 DNA鑑定結果 就是哥哥去告妹妹說我要跟你有血緣關係 確認嘛 結果後來DNA鑑定結果是99點多 他們就是沒有血緣關係 結果妙的是法官後來判的結果說 他們有血緣關係 DNA鑑定都出來了 後來市改會拿這個去檢舉 然後法官那個 法官那個就是那個 反正就是法院還是什麼 他就發了一個問 他說因為沒有百分之百 廢話沒有一個科學證據只有百分之百 有一點多他們都還說不OK 我只是說法官這種東西 我認為法官必須要被檢討 所以現在有法官法 要檢體不適任的法官假官 那個東西我們只能從現有的制度去救濟 可是假如說你要無限三綱到說 法官只好誤判就是要做什麼賠償 我覺得這東西是沒有辦法 除非我們要寧可把整個法律價值去做一個摧毀 我覺得這部分來講 可能是實際上也做不到的 那我也可以講一點 其實剛剛講那麼多從阿苗那邊講過來 其實法律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知道法律的產生其實是 某種程度上沒有錯 從阿苗這個角度理解的話 他的確是為了讓國家權力運暢 順利順暢的運作所產生的產物 某種程度上其實他也是為了要去對抗國家 然後避免說你今天要做什麼東西 你有法律才可以去限制 等於說某種程度上他順利運作 但是另外一個程度上要兼顧他說 不要任意的去侵害我們的權力 所以說在很多的這樣的一個角力過程當中 需要很多人去參與 這很重要 其實不只是光是在死刑這個領域 在環境保護的領域也是如此 甚至在勞工政策的領域當中 很多很多都是這樣 你在不知不覺當中這個立法院或是 立法院他的運作你不知道 也沒有去管行 於是某個東西過了 然後哪一天過了說 蛤?為什麼我要這麼不合理 可是不好意思喔 因為你沒有去管行 你沒有去監督他 所以我們的立委都是跑團喝酒 跑團 但是他們的政業都是沒有在立法院好好的立法 這就很多的問題 或者是我們都知道行政機關有很多的權力 去訂很多的一些法規命令 這些法規命令反而是在執行面上 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當然怕很多的公聽會 公告會 我們都沒去聽 這也是一個我們自己要負起的責任 所以就是 雖然是一個公民決心的時代 大家多多去關心很多的議題的產生 因為其實像我們 我覺得其實像我們兩位都講到 其實我都覺得在我的看法裡面 私心不是我們要討論的真正的一個議題 而是說會造成人家去犯罪的背景 以及這個事情會帶來的影響 還有我們應該喜歡去矯正這個環境 我們要如果讓這個環境是更適於人居住 讓大家不會想犯罪的環境 或許是我們更正面積極的去思考這個問題 而不是只是爭解的在 要不要費死這個東西上面 我跟你說 國家政府最喜歡這樣 丟一個東西很爭議就讓你去吵 你們兩邊去吵吧 不管我的事 都是這樣嘛 像我們環環團體 對不對 就幫我們環環團體 就去丟去跟這個廠商嘛 你們都是阻礙我們經濟發展啊 然後幾次就委屈都開始 對啊都是你們害我們啊 股票下跌啊什麼的 環環團體就這樣被罵 那也會有人支持就是說 因為我們真的留下一些是好的環境 永續的一個東西給大家 但是當他去思考 當他丟這個東西出來的時候 什麼是政府隱藏在後面不想告訴你的 或是什麼是政府真正該做他沒做的 或許大家可以去背後去思考 我們政府到底做了多少 去讓司法懲辦程序更加的完善 更加的嚴謹 我們對於社會的關懷做了什麼 我們的關懷制度落實了哪些 我們的社工制度落實了哪些 我們的福利政策落實了哪些 或者是政府想要簽一些限定的時候 有沒有讓你知道一些內容 那這一方面不只是政府自理所要做 人民更要奮緊的去 來去多多了解這些東西 然後給政府一個阻力 也在裡面讓一些想要做事情的文官 他們有支撐的力量 不然上面的政務官不會在促銷你啦 真的是不管你啦 真的是不管你 那然後這邊還沒有人有什麼問題 我們 好 就是我想要聽聽看 就是看阿苗能不能 就是稍微回應一下 就是剛剛律師所講的那個 死刑作為一種最嚴厲的懲罰 然後判死刑之後 他才能真的回顧前半生 他才能真正悔改這個論點 我想要聽聽看阿苗要怎麼回應 謝謝 謝謝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們可能最後一輪喔 最後一輪喔 最後一輪喔 再兩個問題 No Robin 你要問嗎 今天那個 我本來以為是可能是Face跟支持Face跟反對Face 那或許是 或許是 或許我沒有真的聽到那個 那個不同的立場 嗯 因為那個以後我們可能也會採取一些 例如我們可能有一個TPP 那可能我們會有正常的立場 那可以比較有聚焦 那 我聽到那個 我也要講的那個 我聽到一個 跟我比較 如果沒有聽懂的話 比較認同的概念 這個 現在的法律 不管是台灣 或是美國 或是歐洲 看起來 大部分都是 國家